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6月1号星期三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舟 在今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之际 著名挺拨人士组建的中国制限党发文称 一些地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涉嫌未经公告 便低调开始 与选举应有的公开透明背道而驰 那么中国离政治规矩有多远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党国红人周小平日前撰文 称近来他的公众号视频在网络平台遭到封杀 让他制作的正能量视频走投无路 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不过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 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朱雍 李朱雍转达了金正恩委员长至习近平总书记的口信 表示希望加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 并且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表示李朱雍的访问体现了中朝两国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 表明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重视 中朝两国因为平壤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导导弹项目而关系紧张 分析是认为仅凭李朱雍这次中国之行 很难就此断定中国对朝鲜态度有了变化 另外呢日本的三菱公司向二战中国劳工受害者赔偿道歉 下面请看VOA卫视的详细报道 日本三菱公司和二战七千中国劳工受害者团体星期三达成协议 三菱公司道歉并以激进方式向受害者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 日本政府认为根据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 根据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 中国在放弃国家间索赔权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索赔权 日本最高法院也曾裁定不承认中国劳工拥有索赔权 三菱材料公司作为日本民间企业自行与受害者团体达成的历史性和解 将对日本企业相关的其他战后补偿案例产生影响 三菱公司称该公司承认中国劳工的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 并向受害者及遗述表示深深道歉 三菱公司律师表示公司认罪将开始赔偿和解程序 三菱公司承认过去使用强迫性劳工是非法的 三菱公司承认犯罪 违反了国际法 公司准备启动和解程序 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 一些劳工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很不容易地盼到了今天 所以说请媒体向我们全世界全国人民给我们声明一下 我们胜利啊 马一也好 乌马一也好 这毕竟七十年的事情 两个七十年里没有给我们个交代 我们想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想了解了解就是 劳工受害者严玉成表示 这次与三菱公司达成的和解是一个重要胜利 而另一位劳工受害者张义德表示 他不同意和解协议 但是没有透露详细原因 BOA卫视报道 好 以上就是美国这个小事的国际新闻 谢谢收看 不过请您不要走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进入时事大家谈的话题讨论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B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今年中国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年之际 著名挺博人士组建的中国制限党发文称 一些地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涉嫌微服潜行 未经公告便低调开始 与选举应有的公开透明公正平等的模式被盗而驰 文章还称 中共今年年初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直接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也写入了规定的条款 颠覆依法治国的理念 那么地方选举的黑洞是否源于上行下效 中国离政治规矩有多远 时事大家谈 首先要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一位是在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 舒先生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我们欢迎两位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 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好的 那么首先我想问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 就是关于薄熙来这个人是人尽皆知 但是关于挺博者王正所创立的制限党 这个事情并不是大家都知道 那么首先我想问你就是说 那么请您先首先的介绍一下这个制限党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制限党现象呢 在中国的这个出现呢 它究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呢 还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您听到我刚才的问题了吗 关于这个制限党的情况呢 其实大家可以从百度上从任何搜索都可以搜索出来 对就是当年那个出了这个这个 薄熙来这个事情以后呢 由一个老师组建的一个这么一个政党 他的法律的根据呢是说 由于中国的政党呢都没有注册 因此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大这个 这个其他的政党都是没有注册的 所以他认为呢在中国的法律情况下呢 任何执政党都不需要注册 因此他就注册了这么一个政党 他的宗旨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要以具现为目标吧 就是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在支持薄熙来 为首的这么一群人的这个治国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呢 我觉得也不是重要 因为在中国也足够宽容 但是还是最后给他们定了一个违法组织 然后就是定外违法组织 但是现在这个组织呢 据说还是在招募这个成员 并且用组织的负责人自己讲 现在也有很多成员在不断的涌入 以个体经营户为主 然后也有学校的老师 还有其他的人 好像他们也比较的蓬勃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舒先生 那么刚才在屏幕上出现的是 这个制线党的发起人 也是这个挺拨人士王征老师 陈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 关于这个现在制线党呢 和王征现在发展到 就是他们在积极的促进在中国 能够有独立的这个政党 来进行对现任的政党进行挑战 来这个完成向民主的这个过渡 或者说这个转变 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 从薄熙来这个事件 我不得不讲一讲 回过头说说就是说 薄熙来他的这个事件的出现 是给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 究竟是起了哪一些的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制线党这个事情本身就是 他那个事件造成的后果之一吧 我觉得薄熙来事件 虽然我们我本人比较不赞成 比较反对薄熙来先生那些政治理念 个人政治理念 但是他有他发布他的理念的那个权利 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逮捕过程 大家知道是并不是合法的 就是说是一种所谓政变的形式弄的 这个我们先不去说了 发展到王征女士 王征教师他做这个自现党 这个事情本身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 政治行动就必须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 他也谈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中国发展到目前现在这一步 关于反对党的问题 关于政党其他政党的 它的成立的合法性的问题 越来越迫切 越来越提到中国人的面前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一个国家 它的政治生态里面 没有一个制衡的 其他的政党就制衡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 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利 虽然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 但是实际上这八个民主党派 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操纵控制的 所以说就是领导 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 所以说它不具有制衡的作用 因此有其他的政党出现 是非常重要的 1998年中国人民 也有相当一部分朋友 同志做了一个尝试 做了非常艰难的尝试 就是在浙江杭州 成立中国民主党注册 当时曾经官方似乎 犹豫了一段时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 注册似乎得到了准许 而且迅速发展到北京天津等等 京津 但是后来又被镇压下去了 又不准他们注册了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发展 到今天这个发展是越来越迫切了 我再一次要强调反对党的问题 就有制衡的政治力量的问题 是中国政治的关键问题 台湾的发展就是这样 当年的台湾 关于自由中国杂志 大家知道在胡适先生和雷震先生 作为发行人和主编等等 雷震先生作为主编等等 这个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现象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就是要发展到要阻挡的问题 就是以这个杂志为中心阻挡的问题 雷震先生要成立中国民主党 也是中国民主党 后来到了60年 一共杂志发行了10年 到了60年 他因为阻挡的事情被逮捕 台湾的政治受到了一种夭折 但是他剥下了种子 为后来的台湾的政治发展 立了很重要的一个先生 好 谢谢陈先生 那舒先生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这个制衡党 他的这个信件里写到的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基层选举的 这个换节选举年 那么在某些地方 比方说山西省呢 现在这个 他的这个基层的选举呢 是在悄悄的进行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好的 其实呢 我觉得制衡党写的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存在的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几千年来都没有选举的习惯 而不像西方 西方最近有美国学者研究 连海盗船的船长 都是选举产生的 也就是一群强盗的首领 都是选举产生的 而在中国这种人不可想象 所以选举呢 在中国的人民的生活当中 不是重要的事情 而是能不能活着 一直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前刚刚在做另外一个节目 来这之前刚做另外一个节目 讨论的是雾霾 讨论的是 北京要不要增加这个拥堵费 50块钱 结果闹得就是沸沸扬扬 就是目前中国的民众 都能把选举当回事 还是主要的把这个生活当回事 但不像美国这个 发达的这个国家 或者像英国 他们选举 好 谢谢书先生 这个信号的不太好 那么 好 那么陈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刚才书先生讲到 就是说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文化中 没有缺乏这个选举 这样一个文化 那么还有呢 就是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 人们一直是在疲于 为自己怎么样能够活下去 来奋斗 根本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得不讲到 这个关于选举素质的问题 那么现在这个中国老百姓的 这个选举素质 您认为是处在这个哪一步 还有它各方面的 这个民间组织的状况 以及呢 还有加上这个政府方面 对这个选举呢 并不是说 并不是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 用他们的这个模式来进行 那么这个之间 这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 老百姓的这个政治素质来讲呢 就是能够 能够让他们怎么样这个发展 我同意就是说 选举目前在中国 一般的老百姓心目中 并不占有非常重要的 第一位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个选举 对于中国将来的 整个的社会的将来的发展 尤其是到了一定的 经济发展程度 现在中国都中产阶级也起来了 它一定要有些政治诉求 要需要能够社会听到 或者说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获得政治的政治利益 获得政治的自己的政治地位 有自己的代言人等等 这些都是将来必须要做的 如果不做的话 这个社会发展就会成为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 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说包括贪腐 巨大的贪腐 巨大的不公等等 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会出来 当然目前老百姓一般的选举 是对选举觉得选举离自己还太远 因为中国六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 这个就是说完全就是 一两代人两代人 和这个选举这个事情脱节 当然就是说 你说它有多高的选举的数字 这个东西当然谈不上 因为所有的政治过程 他都要在政治过程本身中间 去学习 去训练 去长大 不可能说是在课堂上 教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可以 做很高素质的选民 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必须要在选举中间去 包括中共早年在延安 也做过一些选举的尝试 所谓斗子的实验 当然更不用说 19年以前 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期 也还是有些选举的尝试 虽然时段时序 虽然很不规范 虽然不大合乎国际的 现在的标准 但是大体上 还是进行了一些选举 而且有些时候还很激烈 例如在40年代末 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什么李宗仁 和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的 那个 深刻 深刻的选举等等 总之来说 我觉得这些选举 目前在中国目前来说 还差得很远 就是说因为60多年来 从来没有个真正的选举 但是并不是说 没有真正的选举 将来就一定不能选举了 这个人们在 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 他要 如果进入了政治过程 这个学习的过程快得很 包括文化革命 这么混乱 这么暴力的这个时代 一旦有一些奉学 人们就迅速地学习了 一些政治技巧 政治过程 政治包括组织 包括选举等等 诸子类的 我想这些东西 只要是放开了一个口子 只要是我们知道 而且现在包括这个自宪党 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先例 他自己开了先例 尽管受到了打压 尽管不承认他的合法性 但是他不屈不牢的 还是在存在在发展 而且在北京也有一个 办公室住地 对不对 我想这些都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总而言之就是 你得先上路 才能走到目的地 如果你永远不上路 你可能就永远 我们必须在政治过程中 学习政治 选举过程中 学习选举 而不是说是 我们先要办一个什么班来 弄好了以后再去 没有这种事情 那么舒克欣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您是长期致力于 对于基层的维权方面 您有自己的追求和理念 那么从这方面 我们来看一看 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就在这个方面 他对老百姓 他在整个的政治素质方面 还有政治理念追求方面 是目前有怎么样的状况 对对对 我完全同意一个嘉宾的说法 我个话由于刚才 信号不好 没说完 其实任何一个统治者集团 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保江山的 就是希望永远执政的 那么随着国际社会文明的发展 选举越来越成为 你政权的正义性的 几乎是一个唯一标准 过去靠武力就可以了 靠自己所谓的正义就可以了 战争谁胜利了谁正义 现在一定是要靠选举 那么因此 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方面 也是在尝试慢慢慢慢的往前走 当然作为执政党 他不希望走了太快 可能不如西方的希望那么快 不如我们中国国内一些精英 想象那么快 但是我由于一直致力于 基层的选举 比如说居民委员会选举 业主委员会选举 特别是业主委员会 在中国的选举 他几乎是不受到 这个政府的干扰 那么他几乎是在 一群业主当中 两群业主当中竞争 PK 然后也类似两党一样 在这争权夺势是一样的 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 是一个特别仿真 仿真中特别高的一个选举活动 那么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 和参与这些实践 有的那些 这个竞选者的那个竞选广告 做的跟西方的那个议员 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要向选民承诺什么 做得非常好 然后互相之间有很多竞争 但是最近呢 发生了一件事在上海 就是上个月 上海有一个小区 业主委员会的选举 政府就希望操纵这个选举 然后使得业主委员会的当选人 能够符合政府的要求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政府历来的一个习惯 对他们的是惯性 这个所以我们当时呢 很多业主就上去游行 然后就要求开票箱 要求去检查这个票 有没有造假 然后这个帖子呢 在网上大概传了一会儿 就被这个封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选举其实作为一个功课 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功课 作为民主的一个工具 已经越来越被中国的市民所关注 特别是发达的市民 也就是业主群体 而至于农村 对至于农村 或者普通的社区居民 他们对选举还是那么看得不重 但是在北京 我刚才来做的节目之前 我简单问了一些人 他们已经了解到 北京市今年呢 又遇到了政府的换解年 他们也关注到北京市政府 人大的选举委员会 开始做了工作 比如说他们已经开始进行预登记 什么叫预登记呢 就是把你的户地 因为在北京选举 户地所在地和居住所在地 都可以进行选民登记 但是往往由于去年 以前没有电子化 所以就发生很多重复的现象 今年呢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选举办公室 拨了资金 每一个社区呢 都有台电脑 这样能够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其实我觉得中共也在慢慢慢慢的 让城市的市民 学会这个投票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真正自由的地方 是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它几乎和政治不搭点 对执政地位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没有任何的影响 它只是讨论选举业主委员会 或者选个物业公司 大家要投票 但是它整个的过程 报假也好 会选也好 这个都有 所以其实我想说 执政党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 然后又为了使得自己的地位 是通过选举来的 那么利用选举 这个无可或非 甚至连国民党到今天在台湾 也还发生会选的这个情况 这个刚刚这个 这个都是发生的 所以更不要说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低层的单位 肯定会安排这个候选人 哪个候选人一定要当上 因为我们在研究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时候 大家知道2002年 这个在17大 2007年17大 江泽民做党的报告的时候 就强调 要让党推荐的候选人 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 然后在2012年的18大 胡锦涛做党的报告的时候 他说要善于使党推荐的候选人 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领导人 所以在16大17大的时候 共产党都确定了 要让不再自己任命候选人 不再自己任命这个领导人 要通过法定程序 也就是人大的这个制度 所以中国的制度走 还是在往前走 还是在往前走 我是这么看的 好 谢谢舒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 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 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这个挺博组织 制限党发声 我们要求中国的政治规矩 更加完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观众 第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 被美国干掉以后 伊拉克的人民手里 有了选举 有了选票 伊拉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自由 但是最少有十年了 伊拉克的局势 到现在都没有稳定下来 这么大的中国 这么多人口 这么多人需要生存 需要发展 需要就业 这么多社会矛盾 如果实行多党执政的 民主制度的话 必将天下大乱 谢谢 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 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你好 好 我说一下 这个选举对于国家来说 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 它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为什么说呢 你比如说这个国家 或这个国家什么任何一个部分 不能说是美某一个党的 对吧 它的合理性就在于这儿了 所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呢 也是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国家的人民 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你比如说被选举人 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他对待事务 他对待人民 他对待国家的态度 都拿出来 让国家的人民 来整个的 这个很细小的一个 细微的一个问题 你比如现在这个西大利 他什么一个邮件文章 我不知道这具体情况 是怎么回事 就这么一个细小的问题 都可以拿出来 在人民都给你评价 所以说这个评价 这个历练的过程 对国家和人民来讲 是一个教育 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国家怎么进步呢 这个人民怎么进步呢 就通过这个选举 知道什么样是正确的 知道什么样是错误的 通过这个选举 这个被选举人 比如说总统也好 什么主席也好 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过程 为什么现在中国 现在什么道德下降啊 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个犯罪问题层出不穷 因为他在政治层面上 他就没有这种理性 就没有这种正义性 就没有这种合理性 所以说这种政治层面的 合理性去影响到 很多方方面面 所以说对国家的这种 对整个的正义性和合理性 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影响 你比如说我是个市委书记 我说话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个县委书记 他我说什么也是什么 那个乡党委书记 也说什么是什么 你这样一来 这国家就坏了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陈博 是就是刚才 河北的李先生谈到 说伊拉克被美国 建立民主体制之后 他们国家一片混乱 但是我想问你 这种混乱究竟是 是民主造成的 还是这个国家本身的 这个国家的历史 有非常复杂 大家知道 他们宗教的派别的斗争 是非常的尖锐 非常复杂 而且中间有非常多的困难 当然转型的困难中间 有些处理的是不是恰当 是现在是可以回过头去讨论的 但是就是 即使是这样 在伊拉克 你如果是可以问 进行民意调查 你问一般的老百姓 说他愿不愿意让沙达姆再回来 执政 再实行他那种非常强力的专制统治 大多数人现在的民意调 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 而且我还要说的是 我们不能以个别的特例 它转型的过程中间比较困难 就否认了这个转型的目标的正义心 而且我们知道 最近几十年来 有多少所谓的第三波民主潮吗 有多少多少的国家转型 特别是大家知道 和中国相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 东欧的全苏联的转型 特别是东欧的转型 很多国家 虽然是大家知道 中间经过了有些困难 也经过了包括经济困境等等 但是现在很多东欧的国家 已经相当地走上了正常国家的正轨 而且他们已经摆脱了困境 不管在经济上 特别是在政治上各方面 他们老百姓都获得了自己的权利 去问杰克斯洛文尼亚的人 其他国家等等 各个国家的人 波兰的人 他们没有一个说 他愿意回到共产党专权的 没有任何选举的 这样一个统治下去 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大势所趋 不管中间有些国家 还有些什么困难 转型的困难曲折 但是这个世界的大势所趋 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好 谢谢您 那么接下来舒先生 我想问您 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选举 这个素质的问题 那么从您所提到的 其实从您所处的 这个社区这个层面来说 你觉得他们的 人们的素质是相当的不错 是完全足够可以进行 这个选举的这个程度 那么另外就谈到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其实有需要一些要素 比方说像这个制建党 所提到的中国 它的法律上是 允许你这个自由结社 组党也不需要注册 不需要审查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像这个 组党的问题呢 还需要这个政府的允许等等 那么您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在中国这一方面 需要选举的话呢 需要大规模的这个选举呢 究竟还有哪一些因素 是缺乏的 那么要使得这个基层选举 能够更加的公开化透明化 而不是像这个制建党所说的 像山西发生的这个 微服潜行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还需要做 有哪一些的这个条件和因素 对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搞经济体制改革 从深圳开始的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也可以考虑 从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 或者成熟的区开始 比如说我记得当年 在搞居民委员会选举改革的时候 就是宁波的海蜀区 率先实行了 用互代表的方式 而不是几十个代表选举会主任 那么最近后来 像去年的北京市居民委员会的选举 也都是互代表 就是每一户都要投票 那么就是增加了这个投票的 这个选民的人数 实际上是在对公民的一个培训 我想顺便 我其实也想回应一下 张先生和刚才那两位家庭 就是电话来访 他们是两个对立的观点 就是一个说要开始就会乱 一个说呢 就是一定得走到这条路 其实在一个这么多年 一党执政 或者说像北朝鲜这样的 如果真正开放选举的话 可能会乱 甚至不光是会乱 甚至还可能发生军阀混战 因为大家为了利益都会争得你死我活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 逐步的开放选举 我们也没指望明天中国就是 不选国家主席 也没有指望这个事情 就是要慢慢来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 在几次经济危机当中 比方说俄罗斯就采用了休克式的方法 而中共在治理这个经济危机当中 它的手段就相对比较温和 因为再加上中共一个执政党 它对经济的控制效率会比较高 它也有它的好处 特别是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要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可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速度 这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总而言之 不能停下来 不能不搞这个工作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道路 也可能会有政治特区会比较好 其实我相信 有些部门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例如说 今天我们说有些地方潜行 那就是那些地方的老百姓 并不关注 但是如果在北京你要潜行的话 恐怕就会遭到很大的舆论压力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 过去我们眼睛总是盯在政府官员上 就是用英文说就是 administration这个 就是行动部门 就是官僚 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民 开始关注人大代表的行为了 因为人民已经知道 人大代表就是监督政府的作用 所以现在在中国一党的情况下 大家没有办法指望着有一个反对党 因此大家就指望人大代表 而其实人大代表 特别是基层人大代表 又是人民直接选举的 所以也许通过这个途径 更能够促进 如果有两党的话 人民可能会关注两党的争动 但是如果没有两党的话 大家指望人大代表 去监督政府的话 那么可能会更促进 人大代表的选举的 这个加速这个事情 我觉得 好 谢谢苏先生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听众观众有哪些话要说 广西的彭先生 你好 你好 教宾好 主持人好 我个人认为 衡量一个政权 一个政体 一个执政者 他的权力来源的唯一合法性 就是看到是不是民选的 如果说是民选的话 他的权力来源是合法的 如果他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 或者说他别给的权力 我觉得就不合法 也不符合现代文明 你几个人在关在小房间里面 就是在商量 选择一个接班人 谁能保证他不卖官呢 好 谢谢 也不保证他不买官卖官 谢谢广西的彭先生 明白您的意思 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高先生 你好 山西高先生 在先生吗 好 山西高先生电话 可能有一些问题 麻烦您再打回来 400120551 陈博士我想问您 就是说呢 这封制限党 他所写的戏里头 讲了一条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纪律处分条例 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通过的 这里头把习近平的名字 是直接的写进去 那么他说 这个呢 就是说是违反了 习近平依法治国 他倡导的这个理念和口号 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 是不是能够折射出 就是说习近平 他有这么一个情节 就是他的个人 是大于这个政党 政党很有大于司法的 我想这个就是他 现在我们都注意到了 当局有些时候 有摆回到毛时代的一个特征 刚才王真女士 说到了这个现象 是这个现象的之一 就是这个所谓摆回的之一 也反映了这个 他说的是非法制的 确实用法制的观点 来衡量的话 因为法律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就是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 它不能有哪一个人的名字 如果哪一个人的名字 在法律里面 那法律和它的地位怎么样 就会产生冲突 对不对 如果是说 所有的人人平等 它就和人人平等 产生了冲突 因为如果提及 它如果是违反法律的话 它在中间 这个法律就没法运作了 所以说一定是所有的人 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这个法律才能真正的 所谓法治社会 才能真正的运作起来 法治社会 所以他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所以说应该说 在一个文件里面 特别是在一个法律文件里面 尤其是在大的法律文件 就是宪法证据里面 要提到个人的名字 这是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和法律的精神 法治的精神相违背的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舒先生 我想问您就是说 关于我们回到制限党 这个现象 就制限党它被中国政府封杀的 究竟是因为它挺薄呢 还是因为它组织了这个政党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目前的自尽 已经足以让它 不至于因为挺薄的言论 或者挺薄的组织 而封杀它 我个人还是觉得 害怕产生一个 以政党命名的这么一个草根 然后最后会扩展到 更大的不可控的一步 其实我相信 很多挺薄的言论在网上都有 我们去重庆访问老百姓 老百姓的态度仍然是挺薄的 所以我觉得挺薄的言论 挺薄的观点不是问题 当然我个人是不同意 薄熙来先生的观点 我跟这个咱们 陈博士观点是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作为这种观点 作为这种持续观点的组织 还是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 好 谢谢舒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山西的高先生 山西高先生您好 你好 大家好 请讲 我回应刚才那位河北那位先生 李先生 每天经常发言 我告诉他 伊拉克的萨达姆统治时期 萨达姆一年干掉20万人 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 现在所谓的恐怖袭击 一年死掉2000人 中央电视台会跌跌不休的报道 这就是对伊拉克的民族转型的看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山西的高先生 陈博士我最后想问你 就是说到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规矩 那么中国的这个政治规矩 与世界文明的这个政治规矩之间 这距离还差哪一些具体的步骤 你要说到这个包括政治过程 我们就具体说到选举的话 选举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也同意刚才说的 它确实和国民数字有一定的关系 特别是我同意 就是像业组委员会这种 它现在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 要进行一些选举过程 我觉得是他们是可以控制的 而且可以做得相当不错的 这个所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下 但是这个总的方向 就是包括每个人 甚至包括所谓的低数字的人 实际上他对自己的利益 还是看得非常清楚 每个人他对自身利益的直觉 还是相当准确的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 不是砍人头的办法 而是属人头的办法 这个是现在看来 我们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 能够取代所谓的选举这个方式 来作为这个政治领导人产生的过程 等等等等 这个政治合法性 从这儿产生 我觉得这个目前看来 虽然就像邱吉尔说的 虽然我们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很多缺点 但是它还是在目前可能的 制度中间最好的一种 虽然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 可以说是这样的 民主现在还不是最好 但是是比较好的一个制度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挺拨组织制限党发声 习近平离政治规矩 究竟有多远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你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党国红人周小平 为什么被拉黑 请你锁定收看 美国VU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党国红人周小平日前撰文 称近来他的公众号视频 在平台被长期审核 却无法获得通过 而且已经发出的视频 也被大量的删除 这篇标题为 祖国腾讯视频 正疯狂封杀爱国者 您知道吗的文章说 网络视频平台优酷 土豆 爱奇艺 甚至腾讯都死活不让 传播他制作的正能量视频 让他走投无路 那么这名曾经被习近平 亲点的正能量网络携手 为什么被拉黑 他所代表的正能量究竟是什么 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 中国独立分析人士 舒克辛先生 以及美国普林斯顿 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是400120551 请您拨打400120551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见解 首先呢 舒克辛先生 我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听众 以及网友 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周小平这个人 他的来头 那么他是怎么样的声明确起的 一度的声明确起 对 这个人就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 这个所谓的正能量 然后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三中于四无限 对党表忠心那样的文章 我们这些人看来 因为我们都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 然后呢 在一次会议上呢 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安排的 是习近平下属安排的 是所谓中国的高层的一些左派安排的 习近平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也许中宣部哪位就安排了 然后就见了面 握了手 然后从此名声确起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 就不知道自己定什么了 其实我想说 在他眼睛里 祖国其实不是这个国家 祖国就是他认为的那个政府 祖国就是习近平 所以他在文章中开头就讲了 我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出的怎么怎么说 然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去做了 然后祖国怎么怎么着 那么实际上 我想说 他的这个目前受到的状态 得到的这个下场呢 其实就是用习近平话说 就是他不懂政治规矩 我觉得他过于的拍马屁了 拍的最后变成我们网上的语言 叫做高级黑 你想想 一个那么大的国家 一个政府 怎么能容许一个 跳梁小丑 这个整天就拍马屁 拍到这种 这种 这种 阿谀奉承到这种 谄媚到这种 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能容许的 你要是拍马屁 你得有技巧的 你得懂得政治规矩才行 所以我觉得他越了界了 所以他就这个责行 好 谢谢书先生 那么陈博士 我想问您 就之所以出现 这样一个像书先生 书先生话讲这个挑梁小丑 这样的人物出现 那么他还一度受到 这个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重视和侵点 那么这个 这一幕的出现 它这个大环境是什么 那么它体现了 中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呢 它在文化和文艺方面 我们先不提政治 它的这个前瞻是怎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体现了 一度体现了 像当时想从毛的 那个控制社会的方式 特别是通过文艺 例如原文艺作战会上的 讲话等等 要召集一批 比较忠于政权的 知识界的人士也好 各方面的人士也好 来为政权做一个 正面的歌颂 同时反对那种批评的声音 或者压制批评的声音 这样一个企图吧 政治上的企图 但是这个政治上的企图 使得像周小平这些人起来了 而且也和中国共产党的 有一个传统 一个传统就是 所谓的反制主义的传统 这个传统是相当顽固的 就是对于共产党国家来说的话 因为共产党国家来说 它对知识界 它实际上从来都是 有一种提防的心理 因为它是可能挑战 或者是可能破除 对于你这个意识形态系统也好 对于领袖人物也好的 这个迷信 或者说它有一种 或者是怀疑的声音 挑战的声音 理性的声音 分析的声音等等 这个东西 所以说周小平 实际上很典型的表现了 这个中国共产党 组织下社会 这个反制主义的惯性 的一贯性 他们对于说 包括上层领导人物 为什么给习近平提供了 这样两个非常提不起来的 两个小人物 而且这两个小人物 不管在哪个方面 都是真是提不起来的一个人物 不管他写的文章也好 做的事情也好 等等 而且错误百出 写的文章 据我所接触到的看到 包括方舟子先生也提到 周小平的一篇文章里面 错误就有几十处 明显的硬伤就有几处 所以他这个也是给他们的面子上 也过不去的事情 所以他慢慢的 在党国系统里面 他也慢慢的被消声 慢慢的被弄下来 我想这是理所自然的 不过像这种人 他现在他不能 我估计 我不知道他现在 最后的前进怎么样 他在各个网站受到了一些冷落 受到了所谓的 但是实际上 他比其他的一般老百姓 能够发生的场地还是多得多 还是好得多 要我说的话 不过就是说 这些网站的负责人 恐怕也是出于自己 爱惜自己的网站名声的需要 所以对他们过分的 有些东西进行了某种删除和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表现了中国社会 现在这个网络 就是说民间社会 民间的评价系统 它已经是相当强大了 它是已经不大受 很多包括官方的控制 包括像这非常极左派的控制 而逐渐的成长起来 而这个民间的评价系统 即使是有各种条条款款 来限制了规定它 它还是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做出自己的行动 来表达民间的一些基本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好 谢谢陈博士 那么我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党国红人周小平 为什么被拉黑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请拨打400120551 那么舒先生 我想问您就是说呢 关于这个周小平的 他现在就刚才陈博士讲的 现在这个网络呢 他们出于爱护自己的名声 所以呢 开始对周小平的言论进行这个封杀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互联网平台 包括优酷这些呢 对他进行封杀的这个现象 您赞不赞同他们如此的这个封杀呢 首先我赞同不赞同都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的媒体目前来讲 还是受政府控制 受党和政府的控制 我觉得陈博士过于善良了 可能从美国的角度考虑 可能是网站 公司考虑自己的名声 而在中国实际上 只要有人点击量 他就会放 他不管什么 而实际上这些操作呢 都是政治的操作 我觉得都是中宣部 或者我自己猜想的 都是这个周小平 他叫中国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 你拍马屁拍得过分了 这就没有技巧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由于随着这个 这个多媒体的技术的发展呢 就是政府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媒体了 那么当然在美国 政府就是从开始就是不能有媒体 那么媒体都是民间的 而中国政府掌握了所有媒体 但是发生了 多媒体发生了网络以后 政府就要想一个新的办法 来对待对付这种 经济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政府就希望培育一些 有前途的这个异议人士 不是异见领袖 不是异议人士 有前途的异见领袖 比如说把周小平这样的人拿来 但是这些人呢 也不给面子 然后得到了一点好处以后 就以为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 用我们说 所以呢 这个怎么说 就是我都不认为 他是什么所谓党国红人 他就是一个桥梁小丑 他是一个彻头涉及的机会主义者 拿到了这么一次机会以后 其实应该更深地根源自己 去北大读个博士 或者读点历史 或者读点现代的文学 然后再来慢慢慢慢地写东西 写东西以后 先给领导看看 然后再往上网上发 他都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 好像就是第二中宣部一样 民间中宣部一样 所以他自己必然就是这个结果 好 谢谢苏先生 陈博士 这个周小平在他的这封信里 这个所谓的这个控诉性 投诉性 那么他说那些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 当他们有了权力之后 他们会比独裁者更加独裁 那么您觉得这句话里头 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看到 整个的世界 包括说所谓的 他说的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 掌握了政权 你从哪儿证明呢 从证明的 无非就是说 他们所认为比较正面的国家 比如现在的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 他们的那些国家掌权的人 大家看到了民主国家掌权的人 是不是对所有的民间的舆论要封杀 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他要封杀 他就犯法了 是不是对不对 不是这么情况嘛 不是说人性 说是不想封杀别人 对自己不利的声音 例如我 别人来批评我或者骂我 我也心里很不高兴 但是别人如果说他说的话没有违法 他就说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 我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 因为这是法律 别人有这个宪法规定的 别人有他的宪法权利 他有说话的权利 我尽管心里不高兴 包括民主社会的很多领导人被媒体骂 他当然也不高兴 人性都是这样嘛 但是法律规定 法治规定 民主社会的基本的宪法权利规定 别人有骂你的权利 你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 或者是出门别人 这个东西 周小平说的完全不是事实 他说的 而且他凭想象说 好像有些网站不发他的东西了 不发他的东西 并不是说是他没有言论之权 你不发我的 我可以 你周小平不是说有很多什么知识吗 你还有什么小组 你自己办一个网站 你自己做一个什么都可以 问题是在中国现在是任何私人 任何的其他的不是官方的 就是不是国家的出面的 办的任何媒体都没有权利办 就是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存在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言论自由的 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声音 例如社会上总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反对的声音 这个人反对那个人 那个人反对那个党 这没关系 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 他有言论自由的 他只要没有拿起枪杆 只要暴动 大家都有这个存在的权利 问题是在中国 没有任何民间的媒体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等于说周小平并没有看到 他根本他说的是反事实 他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事实 他还是用自己一个独裁式的思维 来想象这个民主 那么舒先生我想问你 就是说周小平 在他的这个文心里 他是讲的 他说他的这个团队 所制作的这个视频 发表的这评论 是针对很多社会的 这个热点新闻 来进行这个及时的辟谣 还有澄清的作用 比方说像是儒家酒店事件 雷洋事件 关税事件等等 那么关于他的这些言论 你有什么看法 从他个体上来讲 我想补充一点 大家知道刘少奇 当年被抓起来以后 拿着宪法跟红卫兵说 他怎么怎么样 而大家知道刘少奇本身就是一个最不尊重宪法的人 对吧 他把宪法看成是一个根本不是还公民权利的一个法律 那么周小平也是这样 当他获得最大话语权的时候 在如日冬天的时候 他并没有为普通的民众的话语权去呛声 去出声 而当他的权利 言论权利受到了一点点制约的时候 那么他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就质问这个祖国母亲又怎么怎么样了 那么任志强先生的这个微博微信怎么算呢 周小平为什么不具备基本权利而抗争呢 至于对于刚才这个宇州讲的这些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每个人对一个具体案件都有他的观点 我经常会跟网友讨论一个问题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允许大家都来说就会有真相 并不因为你周小平说的和真相近了 那就代表你周小平说的永远的话都会和真相近 其实中国应该有无数个周小平才行 只有一个周小平这事不行 周小平也会成为言论的垄断者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言论自由 所以我今天对周小平的言论受到了一定的打压 我也持这个特颖之心 但是我更希望周小平先生这样的人 为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机制的建立而去努力 而不是在呼号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没有意义的 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所有公民的自由 你自己的自由也解决不了 好 谢谢舒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120-055 请继续拨打发表您的见解提出问题 第一位是河南的吴先生 您好 河南吴先生 是我吗 是您 请讲 我是想这样讲一个情况 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受蒙蔽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传销国家 包括很多高级自分子也不明这个真相 所以说我现在我就理解为什么 是什么朝鲜人民那种对金正恩他们好像是什么那种态度 所以说我想就是说还要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 让人民来觉醒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 谢谢 谢谢河南的吴先生 陈博士我想问你 周小平在他自己的心里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传播正能量本来就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从他的这个理解来说 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是什么 他说的正能量 但是说是他认为他是维护党维护国家的利益的 就是说像他他还用了习大大这个词 不是据说是国内不要用习大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都还用 用习近平当时给他说话的时候 要叫他传播正能量 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所有的要多做歌功颂德的事情 少做批评的批判的事情 大体上他意思我想大体上就这样 即使这样 我且不说这个正能量这个词是非常荒谬的 因为大家知道之后稍微吃了点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量没有什么政府 且不说这个东西 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是他那个言论是怎么样正确了 爱国了不正确 而是他本身是有些人 就是有些网站的这个主持者 他不愿意不喜欢你这个言论 不喜欢你这个言论 他不发表这个言论 你自己可以发表言论 如果是这个国家宪法上是清清楚楚的 他有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立场 所以我现在要澄清一个 就是一个是刚才 我很同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 他说现在中国的是大多数人 还属于收蒙蔽的情况 所谓的洗脑 所谓的收蒙蔽 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要件就是 他必须要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 就是说必须把所有的外在的声音 都封闭起来的时候才可能洗脑 有些人说你们都在洗脑 西方也在洗我们脑 这个是个荒谬的说法 如果是有公开的不同的声音出来 西方比如说他现在美国社会 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你说他来给你洗脑 他还有反对这样的声音 多得不得了了 他还批判这个批判的非常激烈的声音都有 要在人们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声音 中间去选择去鉴别 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 做出自己的言论上的支持 反对这样一个决定 这才是正确的 就是说洗脑最基本的条件 就是封闭那个市场 封闭那个言论市场 让这个其他的信息不能进来 我只是单方面的灌输 这才叫洗脑 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 特别强调 有些人对洗脑这个词 后来泛花的乱用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周小平 他对其他的网站抗议 可能有他个人的具体的 一些具体的原因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原因是怎么样 但是我要出于的是 所有的人都有发出 自己声音的权利 而且他可以建立自己的平台 现在网络 而且提供了这种要求 原来建立一个媒体 建立一个发出声音的东西 还需要非常多的金钱 或者各种各样的条件 现在非常容易 只是你放开手 政府放开手 大家都能发出声音就行了 现在问题是政府 对网络的管制 是非常的严厉的 这才是关键所在 好 谢谢陈先生 首先我想问你 就是说周小平在他这心里 他特别谈到说 我们是在捍卫中国人的名誉 我们是在打击谣言 我们是在维护 我们这个民族的形象 那么您对他这句话 有什么样的评价 首先我认为 说自己在打击谣言的人 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在中国 特别是在中国 很多传的谣言 最后都变成现实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 是要言论自由 是要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言论权利 然后最后大家都来说 那么真实的就会浮出来 那么总是说 假消息的那些机关报纸 或者人他的信用 他就没有信用了 对 他的信用就倒地了 所以他说话 越来越没有人听 他再耸人听闻 大家也觉得是 这个愚人节的故事 所以把自己 因为自己跟 习近平先生见过面 就把自己包装成 一个打击谣言的一个人 就天生的正义 这非常愚蠢的 其实他想谈的正能量 我是觉得 他错误地理解了正能量 如果我们 不要像陈博士那样 认真讨论正能量 我们还是给正能量 一个定义的话 我觉得正能量 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而不是阿谀奉承 而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 是没有什么底线的歌功颂德 那不是正能量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所谓的正能量 应该就是建设性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发展 都会有问题 大家作为公民 提出意见 提出建议 甚至告诉政府 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现在目前 在中国的 这个网络界也好 还是有很多 这方面的声音的 当然过去 中共是不允许批评 不允许质问的 就不允许问 你只能听 但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至于说 对政府的谩骂 其实中共也在 慢慢慢慢的可以接受 这个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拿到一年 几十万亿的人民币 要花人民的钱 那么花的不好 人民吐个槽 骂个人 这个也其实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现在的宽容度 包容度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想说 像周小平这样 把自己包装成天然的正义 其实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那么书先生 我最后一小问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正能量 从周小平先生嘴里出来 您不太赞同 那么这个词本身是从 习近平先生他提出的 那么您觉得在习近平先生的 这个心理正能量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 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中共 因为我跟很多中国的 基层工作者 他们讨论工作 因为我研究社区工作 他们很困惑的一件事 就不知道该怎么干 因为上级政府没有给他们SOP 就是标准操作流程 每一层层都是传达精神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告诉你规矩 但是规矩是什么不告诉你 告诉你正能量 但是正能量是什么不告诉你 如果你做的事情好 他说就是正能量 就是完整地领会了 领导的精神 领导的意图 然后你做的不好 他就说你是负能量 所以实际上 中共的领导人 这不是现在了 从来开始都是这样的 永远都是精神 让底下的人领会他的精神 所以这个没办法 你知道习近平谈的正能量是什么 那我们看美国很多大片 我看过很多美国大片 我觉得都是正能量 对我宣传的都是爱 对吧 所以很难说的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只能让您说到这里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舒可欣先生和陈奎德博士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 争鸣论坛在Facebook 或者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斜线 VOA BBS和Twitter.com斜线 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专题讨论 六四事件27周年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